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Jay 今天继续来做一个盘中分析 那这是一个QQQ的日线图 他今天呢跳空高开 然后一天都是往上走 涨的也挺不错的涨了2.3% 看一下日内 昨天经过了一轮震荡以后 然后一直在缩量 今天呢这个量等相对来说 还是OK 目前来看 应该会比昨天跟前天的量会大一点点 但是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因为后面还有还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交易的时间 看一下尾盘的时候他的交易量 如果他是交易量也蛮不错的 而且维持在今天接近现在这个高点左右的这个K线的话 那目前来看可能还还有动能可以再冲一冲 就是要看他这个量 这个量能不能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 所有的一个涨幅 如果他没有一个量能的一个支撑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涨幅 暂时来讲是很难做出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走势 标普 SPY这边 看上去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以日线图来看 今天 的量能不能比昨天的要大呢 还是要看尾盘呢 而且他现在也是在一个补完缺口以后 在一个压力的区间 那有时候 这压力他还没有 完全的反映出来 如果他有反映出来 他多军 攻的差不多没力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换过来空军要发力 但是目前还是需要看 他突破了这个压力位以后 他有没有一个follow through 继续要有量能马上堆 才能确认这是一个有效的突破 这边到琼斯 如果他能够突破上去的话 我还是维持原先的一个看法 回来蓝色线 4万点 看情况会 找一些机会做空 不一定 我不一定会看他 就这样下去了 可能就是看一波回来前面这边 所以可能就是这种大的震荡 好这边罗素 相对来说罗素还是最弱的 之前涨的最猛 然后一波全部跌回来 这波反弹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 所以做多我也不会看他 做空了好像也还没有去到 好的一个点位跟位置 所以这个标的物要是做的话 就继续等待 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好这边的比特币 30分钟级别 回调到一个 这个30分钟级别的一个支撑 撑住了然后再往上冲 啊 具体还是要看他怎么样处理 这边的压力位 现在就很明显 这根蓝色线的一个大压力 它就变成了一个横盘 然后蓝色线 然后蓝色线 变成了中轴 啊 经常会看到这种的压力的位置 变成中轴 然后在这里震荡 目前来讲我还是拿着比特币的多仓 没有加也没有减 暂时拿着 再看一下他能不能马上凸 倒下一个NVIDIA 看日线这边 蓝色线压力位也快到了 如果在这里做多的话 我还是觉得要保护你的利润 减仓啊或者要关注他 会不会受到压力 受阻伤不去 我觉得这波反弹 嗯 应该他想再创新高是比较困难 可能大盘 有新高他不一定有 好特斯拉 他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这种收敛三角的心态 然后是在支撑位这里 撑住了 OK 那他现在往上选择 呃是好是 问题是他压力位置 其实也不远 比较近 215 那如果他真的能冲上去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230 大概这个区间 我觉得他如果能冲上来这一波在这边的话 应该算是不错的 啊 先如果能到先到这里以后再 再看其他的位置 啊 先不看那么远 啊目前来看多军相对来说是有力 啊 另外一个AMD 今天终于突破了140块 啊上看 上看 我看 155 大概这个区间 看有没有机会 目前来看他因为前期跌了两波 如果他是那种ABC的微调 ABC 微调 来到这边的起场点 同时也是一个 日线的支撑 可能这一波的 阶段性底部就是在这边 所以就是NVIDIA跟AMD相比之下 我会选择AMD 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 啊明天再见 拜拜